这就是街舞那时席卷了一阵街舞狂潮 4号迎来了决赛录制 当天群访黄杰 不仅有四位明星队长 节目的另一位神秘人黄景星也终于与大家见面 这位街舞大神在节目中的表现究竟如何 那还是要等节目播出以后才能揭晓 而回顾上一期的小猪队长选选手的香蕉梗 现场终于是真相浮出水面 不是因为这个呢 真的不是剧本写不出来的那个 真的太巧了 我本来想说呢 你到了人家房间里一定要带个礼物进去 感觉到诚意 你现在那天入市的热的香蕉从哪来的吗 从哪来 我房间里的 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串 他就说有没有香蕉 不是有啊 怎么了他饿了 他说给你给你 感谢你的香蕉 对我害了我本身没有东西吃 我明天陪给你啊 然后后来呢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礼上往来嘛 对不对 一个诚意 然后我们没想到吃完之后呢 我的队员就直接把皮给掏割了 那我知道掏割直接来把皮拿给我 在那一刻我真的是懵了 我真的是笑张的亮出来 而一向是话不多的 毅然装置的队长一阳牵斜 选队员的默契程度 也是到用眼神沟通的程度 这个画风那也算是街舞圈的一股清流了 请问你回答问题给他眼神做 哈哈哈 眼神回答你 哈哈哈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选一赛队员就是 我们之间会 沟通一些 就比如说 变成什么东西说的时候 然后 就可能 我会说到差不多 还没说完 他们都明白 然后开始自己开始行动下了 不会是听不下去吧 都干得到点了 所以 我是挺诧异这一点的 对 而且应该也都是 就是 喜欢舞蹈热爱舞蹈人在一块 所以互相能干得到的 就是能非常实际 对 非凡娱乐上海报道 好